今天晚上晚上来客口详 郁路四列甘味最早在客口资金发展 农委会去面青龙欢庄 每当都没有出桥贵三千位的新农 有四百五十个位如农民 投入第一项的农业生产 客口青龙主项十安和平冠 所生产的郁路四列甘味 拼一天又更安全 今天是有日子 客口详农会总幹事老孙廷 也感谢到努省发展农业 做会打拼和性格供应 就像四列甘味相同的甜味 郁路小番茄 最早是在客口资金发展 没有温室是我们西口 剩女小番茄是独占全国 但是现在慢慢进入到温室 就是大家一起竞争的育女小番茄 所以我们要西口青龙 走出不一样的那一条路 就我们的温室番茄 一定要跟人家大家不一样 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是高品质 然后高安全的那个玉米小番茄 农会亲到青年番茄中农 每年背后超过三千位的新农 有四百五十里位是鹿龙 投入第一山的农业生产 客户青龙主动就食安和拼罐 缩散的游入小番茄 拼一丁有个安全 这是我们西口香青龙团队最优秀的老婆们 农村的女力不一样 我们这一群老婆们 然后在今天三八妇女节 刚好我们这些青龙 这些帅气的老公 希望他们对他们的老婆说一声 辛苦了 也希望他们亲手为他们老婆 吃上他们用爱栽培出来的小番茄给大家 配合政府的四张一Q 客户青龙 整个的玉女小番茄 都是尊着政府规定的建议所建筑出来 客户青龙 赞 客户小番茄 最快地利 由于品质有益 缩散的小番茄销收招待 受到消费者欢迎 为了提官 建国的品质 青龙每一国会进行在籍的源头 要让这条小番茄的笼络 驾得更更逢更好 世心新闻超频道 客户响彩虹博德